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中間下方 那近況的話 我知道這個雅倫好像也即將要去拍電影 對對對 那這個應該感覺你相當辛苦 因為在拍電視劇的感覺又不太一樣了 還好啦 習慣了 對 這個做每一個行業都是辛苦的 那這個藝人的辛苦就是自己吞就好了 因為我們享受了很多的這個社會的資源 然後也享受很多的光環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要對自己的工作要負責任 各位線上的朋友們還有電視機前面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Bee 御世靜 李宗盛 首先講話不是我的強項 但是我還是要講一下 2013年呢 Heat FM 讓我第一次登上小巨蛋 小巨蛋 當表演嘉賓 然後2014年 Heat FM 也給了我 潛力男生這個肯定 2015年 今天 又給我第一次當頒獎人的這個機會 所以我要感謝Heat FM 還有現場所有的Beef家人們 還有現場所有的支持我 喜歡我 喜歡我們老鷹家人 家族的朋友們 感謝大家 一集合作的感覺怎麼樣 非常爽 剛剛其實在舞台上完全是 放自己就是裡面的一些 怎麼講 能量 能量跟一些那種搖滾的精神 而且我覺得把這個 中間有一些rap的東西加進了這個 尼亞倫的歌曲 又讓這個音樂更豐富了 對 他自己寫了詞 因為我原本有中文詞 但是他寫了韓 我覺得超厲害的 超酷的 讓這個音樂也變 那這個尼亞倫跟這個Bee 也是第一次的合作嗎 是的 那在這個音樂上面 有沒有什麼要交流 剛剛在聊天 或者在彩排的時候 有沒有說 會不會以後也有機會 比如說這種跨唱片公司的合作 或者是 有剛剛講到一個 合作的方式是 我們之後當Heaven的那個 幕後話序的主持人 你要直接搶我們DJ的工作 沒有 我們不是搶 我們是分擔你們一些工作 對 不然我們每次看到你們在後面 就是一整天都瘦了 哎呀 真的是 不過你知道我們的那個 知道我們的辛苦 但是如果這個 你們真的去主持的話 我怕這個GG跟布萊安到時候 都沒有人 他們就是唱rap就好 沒有啊 他們負責唱歌 然後之後可能 因為他我知道Bee也有自己寫歌嘛 然後我覺得也可以 繼續的再吵這方面 然後 我自己對寫詞也蠻有興趣的 然後如果我們倆可以 跨公司合作 我覺得音樂就是要這樣多玩 然後才會有更多的火花 是 除了音樂上的交流 聽說在戲劇上也可以交流 希望這個Bee 畢樹敬 還有顏雅倫 能夠再有這個更多的合作的機會 好的 親愛特別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Bee 畢樹敬 謝謝顏雅倫 謝謝 謝謝 去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